用飞镖扎地图 扎到哪里就去哪里 大家好 这里是全文轨迹 我是佳琳 我加深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一直在家里 想出去旅行的心愿 也越来越强烈了 是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地方是去不了的 我们在了解了 各地的防疫要求之后呢 最后决定去云南旅行 云南什么地图呢 也已经放到后边了 那因为上次呢 是我来扎飞镖 决定最终目的地的 这次呢 我们就把飞镖交给佳琳 这次呢就由我来决定 我们要去到云南的哪里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扎吧 开始吧 好的 佳琳同学 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就绪了 那这一次你想去哪里 说不定我可以用飞镖 实现你的梦想 我想去大理 在那边晒晒太阳 顺便再看看苍山而海 想想应该挺美的 在那里骑那个摩托车 非常的惬意 那简直完美了 不知道你想去哪里呢 这次的话 我想去西双版纳 因为那块暖和一点 西双真的是太冷了 这可能就是北方人 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 一种向往了吧 那不知道大家想去哪里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想去的地方 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 说不定我们这次就去到了 扎到了 如果扎到了话 就是神座了 那么就开始扎吧 开始吧 我把眼罩呢 也准备好了 这次呢 我们就不换地图的位置了 我相信这个距离 可能它能上板就不错了 开始扎吧 我这次尽量扎准一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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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3 2 1 走 扎 没有扎到 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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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次是扎 第二次是扎 希望能准一点 3 2 1 走 走 这次是扎 这次该准了吧 历江啊 这是哪里 这个地方离了最近的地方是拉 大历 拉卡 那我们就确定了 要去拉卡 这个地方是在丽江 那看样子我们应该是要先飞到昆明或者丽江 丽江机票一般比较贵 那么就飞到昆明可能是 然后从昆明租车或者坐火车 如果租车的话就直接开到了 坐火车的话 我们就从丽江再租个车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由加深同学决定我们这次出行的金额数 其实我觉得到云南花不了太多钱 扎扎都可以 扎到哪都可以 那我们就开始吧 走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一次它没有上去 2 1 走 2千 这好像是第一次扎吧 哇 好少呀 我刚刚就随口就说 这2千5应该不够吧 我不知道 这有点太爽了 有点太爽了 那我们就扎扎吧 走吧走吧 那就2千5吧 那走吧走吧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机票 或者看一下火车票出发吧 哇 这是最少的一次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 好像把地名搞错了 对 它叫拉卡洞 因为飞标榨的地方 扎成了一个洞 后面还有个字 就是洞字 连起来就是拉卡洞 这个拉卡洞呢 它是属于 玉龙纳西族自制县 黎明 利素族乡 下下的一个村庄 它有乡村人口120多人 所以说是一个很小的村子 小村子 对 海拔有2100米还挺高的 因为这边整体海拔都比较高嘛 这样看来 它应该在当地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村子吧 不过我们也从来没有踏足过 所以说我们去看看这个小村子是什么样 刚刚机票我们也已经订好了 订的是今天晚上9点50分 西安到昆明的飞机 因为到昆明 比到大理或者丽江都要便宜 所以说我们就订了到昆明 是811块钱两个人 那我们现在就收拾东西 准备出发吧 天黑了 我们要出发了 现在是12月5号晚上8点01分 还有一个小时50分钟 飞机就要起飞了 要赶紧走了 出发前往拉卡洞 走了 走 走 我们现在到昆明了 现在是12月6号的12月31分 半夜三更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酒店了 这个是鸡酒套餐 对它是加21块 而且还包街 现在走吧 走了 现在距离拉卡洞越来越近 还有600多公里 哦 600 到了呀 后面有行李箱吗 没有没有 谢谢 好谢谢啊 到了 这是大酒店 我们是在小巷 嘿嘿 看看这个20块的酒店是啥样的 看穿上了 加厉口 啊好了 好好好谢谢 哦 很舒服 这比上次那个好多啊 哎 还有个大大的窗户 哦 上次那个内窗 嗯 这个看起来就感觉干净清爽多了 虽然不大 但是南方 这个厕所也不错 南方没有暖气还是有点冷的 嗯 在家里过来可以穿短袖 我这个水都是冰的 到点了 可以看一下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2点05分了 我眼睛又已经睁不开了 好快 房间很冷 因为到冬天了嘛 而且这边不止没有暖气 它没有空调 空调到夏天可能不需要空调 嗯 但是这边很更新 准备了电路 电路 明天呢 我们计划是从昆明坐高铁到立江 再从立江租车去这个拉卡洞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 从昆明如果直接开车过去的话 要六七百公里 高速都要开七个多小时 嗯 那扛不住 所以说还是先去立江吧 我们明天再见吧 今天就往不倒休息了 晚安 晚安 再闭一会吧 10点半 太冷了 好 早上醒来已经到了中午 现在是11点半 我们准备去吃个小锅米线 毕竟已经到云南了嘛 到云南之后天气真好 对啊 风和日丽 我们那儿还是雾霾 这儿就是天高云荡 而且这个温差特别大 我发现云南这边在阴处就特别特别冷 然后在太阳下面就特别舒服 那我们现在就去吃饭吧 不吃这个 嗯 就吃这个了 你吃啥 看一看 帅哥要吃什么 两个小碗米线 帅哥要吃的要细的 你吃的 细的 两个细的 两个小碗 要不要辣椒呢 要 少来一点 一个正常放一个少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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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其实 云南米线 我们每次来都很喜欢吃 但是 如果要说最喜欢的 还是 威山扒肉米线 第二个肉好吃 昆明的小锅米线 然后可能就是见水的炒鸭米线 都很特别 都很特别 这刚刚十块钱 嗯 里面有很多肉末 然后还有酸菜 还有韭菜 我感觉细米线可能我们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嗯 这边的米线主要软糯一点 好 我加点辣子去 加米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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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米红了 现在正在往地铁站走 还有两公里左右到地铁站 然后我们坐地铁到昆明市区 下午再坐动车往丽江方向 晚上就能到丽江了 到昆明之后还能顺便去一下海港 看看红嘴鸥 是 这个季节是红嘴鸥的天下 走吧 走吧 夏天 夏天 冬天 夏天 是夏天 现在的温度呢 我们看一下 18度 到达地铁池 美丽鸥的天下 个宝盐 咱们去买个面包吧 买个吃的胃红嘴鸥 鸡 有饼干吗 这饼干什么叫面包 面包多少钱 十块钱一袋 多大吗 那就拿这种吧 这也能喂那个 进公园了 刚到这 还没到海旁边 已经可以看到红嘴鸥了 好多呀 多横啊 我们到滇汁旁边了 刚不小心把面包打开了 好香呀 好香呀 还有五个海鸥吃的吧 海鸥一点都不饿 嗯 海鸥人特别多 那么多人喂海鸥 我们好像更不饿意 海鸥人特别挺好 嗯 海鸥人 来了来了来了 고 quieren sa? 过完了 只要是 先进行旁边 引一引就过来了 干过来了 professional beef 那味呢 来 再来 越来越多了 哎呀 哎呀我自己带一下 小飞滚来咯 来咯来咯来咯 看我吃饱了 人也吃饱了 大家都吃饱了 你好我好大家好 明年这个卡欧回西伯利亚的时候 应该都是胖嘟嘟的 海鸥也喂完了 我们也吃饱了 太阳也快落山了 现在是12月6号下午的5点33分 准备出发了 骑一个我们看这边有电动的自行车 我们准备骑车子去火车 走走吧 我是出发去火车站 就飞 不看这世界有多美 要烦恼都不飞 别去理会 自我请回 如果爱有爱 求水 车7块5 两个人15块钱 跟坐出租差不多了 不过这座气挺长 坐公邀车就是示范 走了 体验了一下不丑不丑 到火车站了 梦 希望 走 看 走 往前 走 帮 spong 看 那西北 前夕或是后退 落日下的迂回 看乌阿哥 这个屋 这个屋是吧 还行吧 那是这个吧 这个是12月6号到12月7号 标尖 没问题去制服 制服 哎 那个还要用 谢谢 可能的水平等会还准备流着接水 58块 定好了 看一下我们的预算还有多少 再见 58 现在我们还剩1139块4毛钱 距离我们的目的地拉卡洞 差不多100多公里就到了 哎 我感觉回去机票再一卖 可以 可以可以 我觉得这才可以 很充裕 吃个大餐 马上到丽江了 可以收拾 准备下车吧 哎 抖达逆江 现在是12月6号的10点38分 经过了整整24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从西安来到了丽江 离拉卡洞只剩100公里 又进了一步 我们现在准备去酒店工作 然后明天租车去拉卡洞 刚刚我们前面有个人 着急出站 水都掉了 喝过了 但是呢 不要了 喝过了算算算 丢了吧 我们把它放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我以为没喝过 出站要比这个水更重要 哗着哗着掉了 对 因为有很多人 208到哪 可以 58 丽江的酒店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而且还便宜 58块的酒店 不错 干干净净 推荐大家来 100块钱在丽江就可以住 非常非常好的 上次我们做的20多 其实也不错 睡一晚了 可以休息了 晚安 我们今天租车的费用88 非常便宜 租车是18块钱 然后还有其他那些 加起来是88 下单成功 取车去了 走 取车 火车站 我们现在火车逛面 好了 那我现在直接去的处理可以 对 上车了 哇 可以准备出发了 怎么赶上这个显车 不然这样塑料怎么撕 可是这个显车竟然没有屏幕 配置有点 走吧 我们准备 出发 不得分用吗 好 OK 出发了 好复古呀 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我挺喜欢这种 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的 有那种机械感 但是自从开了有那种 Auto Holder的车之后 然后就不太喜欢这种 确实麻烦 所有的都是要手动操作 你调一下座位也是 走走 没有蓝牙这个车好像 没有蓝牙 有点尴尬 这个应该是自动挡最低配 嗯 轩逸 中国销量第一的车 但是他在租车里边18块钱 嗯 很便宜 挺好的租个车还是挺好的 对 我们快出丽江市区了 这儿有一个农贸市场 刚好来吃个饭 顺便买个水 嗯 有个夫你刀慢点 刀刀刀刀刀 停 我们准备在这里买一个巴巴 然后再吃个米线吧 两个小的两个吧 对 小的两个的加豆吧 对对 两个加豆的话那个六块吧 那还有六块吧 两个一六块 哦 一起入口的 加点葱花吗 加一点 嗯 好谢谢 好 可以 先吃吧 好谢谢 买完巴巴之后呢 吃个米线 两个小碗米线 好吗 别吃了 好吗 你看 什么 很美味 这种吃法有点像我们先吃两两盆就一个夹馍 到这边我们变成了巴巴就一件 在这边还有辣椒 老板我们刚才谈了一点 他说这个是就着巴巴吃的 放到巴巴上 然后一口下去 这样像我们那的锅盔加辣椒 不如一门一样 锅盔加辣椒 放到辣椒之后味道会稍微重一点 但是还好 难接受 好了 我们吃完饭了 现在去买点东西吧 买点水 我们来买水了 有没有整件的水 这次都是整件的 有没有康师傅 康师傅老师 有 喝一汤 那个多少钱 10块钱 买完水之后再挑点礼品 带过去带到拉卡洞 看能不能遇到有缘人 毕竟我们的飞镖和热鲤 也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我们买好出来了 我们买了一箱奶一箱八宝粥 还有一个水 对 100块 毛鲜还剩927块4毛鲜 好紧张啊 900多块可以汇货 这个地方太小了 这些地方太多了 绝对 迎接春天般的未来 祝福曾经的愿望终会化开 原来编织梦幻色彩 那满天星光数字上说的斑斓 牵你的手飞过山海 时空城市的链接无处不在 导航显示还有轻轻 拉卡洞了 这个寨子有可能就是拉卡洞吧 这个牌子它是瑟米洛黎明 那就还在前面一点 再往前走走看 还有600米 感觉到这边之后很多村子都非常的原始 无法女后到达目的地 它是在一个山沟沟里 很深哦 我们从那个金沙江到了它的滞留 然后又到了它的一个二级滞留 现在是在越来越往深山中走 还有360米 应该是前面过了这个弯之后 就是拉卡洞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拉卡洞 拉卡洞 但是还在150米 130 哪儿 接近目的地 70米 到达目的地拉卡洞附近 位于道路右侧 道路右侧 这不是个小山坡 这咋办啊 不知道嘛 得问一下吧 前面前面看一下 前面找一下 前面不知道还有没有车 我们看到前面有个大哥 问一下 你好 为麻烦问一下拉卡洞在哪 拉卡洞在哪啊 拉卡洞 拉卡洞 啊 后边来哈 哦明白明白 是在山上吗 那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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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 明白明白好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嘞 明白 谢谢 谢谢 掉头 谢谢啊 哎好嘞 好谢谢 转过方向之后 我们发现了 拉卡洞就在前边的山坡上面 他怎么上去 对 我要找一找上去的路 哎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拉卡洞怎么走啊 就这里了 就是这儿 这个村子就是拉卡洞 啊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停一下车 停一下 哦 我明白了 这个拉卡洞呢 它应该是整个这一片山都属于拉卡洞 然后这个是靠近国道这一块 所以它这块也是拉卡洞 上面也是拉卡洞 走吧 我们下去先看一看 好 下车 下车 哎哎哎 走 我手上 哇好冷 我穿个衣服 现在我们正往坡子上面走 因为刚那个小哥告诉我们说是这个坡上可能能找到拉卡洞三个字 证明这里是拉卡洞 我们要上去找一找 对 来欢迎我们 2023 忘不忘 2023我们忘不忘 2023大家忘不忘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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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其实海拔有点高 嗯这边的海拔应该有两千多米 突然间爬上海拔 有点一个篮球场 不过讲到了云南天气是真的好 来的这几天全是晴天 没有见过雾霾 嗯 而且这边村子的房子 都 感觉有历史了 嗯 很有当地的建筑特色 特别古老 刚才我们又重新问了个人 因为我们往上面走 一直看不到村子 他的村子好像还要再往上走一公里才到我们村子主要聚集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还要继续问 不太臭了 终于终于我们上来了 前面就是村子了 这应该就是拉卡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现在呢是2022年12月7号的6点37分 现在呢是2022年12月7号的6点37分 我们已经到达了拉卡洞 不过我们在村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拉卡洞三个字 但是依然可以证明这是这里是拉卡洞 嗯 所以呢我们先给我们的目的地贴上小红旗 经过了差不多两天两夜的时间 对 从西安来到了拉卡洞 云南的小山村 好拉卡洞 我们现在已经贴好了拉卡洞 拉卡洞 拉卡洞 还是很奇妙的 对 好了 云南省地图 我们去转转这个村子吧 走吧 走 这个村子里面 每户人家和每户人家 比较分散一点 对 虽然村子很小 这个种地好像当地人基本上每家都会养着 除了狗以外 还有就是鸡或者鹅 还有羊 通村的路呢是一直通到村上 但是每家每户的门口是这种小土路 嗯 狗特别多 哎我们的礼物还没有送呢 啊 刚刚去提礼物 然后既然是随机旅行 我们就随便送给一家人吧 走吧 走吧 去提礼物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小礼品提上了 那今天礼品呢 我们就随机送给一家人了 哎 要不就这家吧 嗯 就这家 我看到的这家 那就他了吧 就他 我感觉人家可能不会非常尴尬 不懂我们在搞什么 嗯 突然就连了两个陌生人送给一家 呵呵 你好有人吗 哇我的尴尬性 你好 哎你好 哎大哥 大哥你好 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给您提了一点礼物 然后 哎就是那个啥 我们是 就是我们是在地图上扎飞镖 然后刚好扎到咱们这个村子 所以就想过来看一看 哦 哎呦 请坐 哎好 哎好好好 谢谢太太麻烦了 喝一口水啊 要不要 哎好好太麻烦你 这是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些 啊就是比方说 咱这个村子为啥叫 拉卡洞 拉卡洞 这个 用纳西话的 嗯 改成这个名字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纳西语里面 它有意思是 古时说老虎就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休息一个小时 哦 老虎休息的地方 嗯 拉卡是什么意思 嗯 老虎累了 累了 那断呢 要休息的意思 哦 可能是阴影 咱们理解的 动的意思 哦 是这样子的 您这烧的是啥呀 我看锅上锅上 这 煮猪食 哦 这样子 它去 可能去 找水 水没有来 那这水是 水是要单的吗 嗯 没有自来水 每天要去找一次 还要去 这个村子没有自来水 没有 那喝水也是单过来的 嗯 哦 水还需要找 还要去找呢 对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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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家 嗯 正面平均 五人 哦 哦 平均五人三五 那就一百五十人 哦 那咱们这个村子主要是种什么作物呀 种包裹 哦 种烤烟 哦 还有烤烟呢 挺尴尬的 我们也突然间到这一块 对 我们也是说不上来 就是我们随便选了一个地方 然后就来到这边 就想看看这个村子是什么样子 哦 是 是 我不收了 我不收 谢谢 谢谢 那这边 家里的人都去哪里了 两个人 在打工 一个都是一个打工 您的孩子 哦 所以年轻人基本上都不在这个村子里 那所以说实际可能村子里现在连一百人都没有 嗯 没有 可能就几十个人 我看在那山上面还有一个洞呢 是 哦 对啊 一个仙人洞 哦 仙人洞 传说以前是 仙人有两个 一男一女 那个女的猎人打死掉 男的那个 这个村的小姑娘 那里漂亮的那个仙人的包上去了 然后 没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这个村 然后呢 嗯 那么 气死了 有一天 他 请那个猎人 打一把刀子 那刀子那个火炉里面烧起 红红的烧起 一拉出来就把它 这里插进去了 那就死掉了 哦 是把仙人的肚子插进去了 嗯嗯 然后就最后只剩下那个洞留下 嗯嗯 哦 我看那个洞挺圆的 是挺圆的 挺圆的 挺圆的 好深的 您还上去过吗 洞里面也到过 嗯 上边也到过 上去看 那村子里面有没有人进去过 没有 他们一说 有一队精神 那要一说他们相信了 就是地址队几个进去了 从上边放着绳子进去了 没有找到 不是人 那其实这个仙人是一个坏人 坏人 哦 不是好人 那是坏人 明白 这个猪食是不是还要再晾一下呢 嗯 等会再喂给猪 每天早上再喂了 哦 就今天先做好 嗯 对 那你们这边应该睡的都很早吧 老是不早 九点半左右 九点半左右睡觉 然后早上起来的早 对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八点左右 那就天刚亮一会儿 对 那大哥 那我们就 就就走了吧 因为很晚了嘛 啊 您也早点休息啊 好好好 好谢谢啊 不好意思 太唐突了 突然来到您家 然后 两个陌生人 行行行 大哥那我们走了 好好 那你们先上哪天啊 好好好 哎 不不不 这就是给您留下来 给您给您 您拿着 小李温侯 好好我们走了 没有不好意思 哎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好意思 好拜拜 拜拜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 好 拜拜 再见 哎 好了我们要离开拉卡洞了 天也黑了 说实话刚刚一开始 我感觉还是有点尴尬的 毕竟两个陌生人突然闯到人家家里 嗯 但是这也是很奇妙的一段缘分嘛 我们把地图上的 飞标扎到的一个地方 变成了现实 而且大哥人挺好的 是 跟我们那说这个拉卡洞 他的名字的由来 对 聊了一会儿之后就不尴尬 对 而且我们走的时候大哥 还让我们再坐一会儿 对说实话我们也有点不舍 但是感觉山里天黑的比较早 现在才七点多 天就已经黑时了 而且这个村子里边也没有路灯 从这看过去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片黑 我们就准备回丽江了 然后明天就回家了 走吧 一直在空中飞行不到半秒的飞标 指引我们跨过了山川河流 到达了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遇见了本该没有交接的人 这样的旅程是如此奇妙 随机旅行的故事还将继续 我们依然期待每一个位置的目的地 吃完饭上车了 我们现在要前往丽江 今天呢我们依然要选择 用随机的方式来决定 我们入住的酒店 可以看到丽江127号到8号 开始搜索了 筛选 两个人当然要住双床房 免费停车 当然在丽江客栈一定不能跪 所以我们选择0到50 还剩61架 随机一下 1到60 好 升成随机数字 3 1 2 3 5 5分 特价双床房49 看一下怎么样 跟我们上次住的其实差不多 看一下位置 古城区 古城区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订房 去支付 确认支付 咋不用花点了 又钱了 支付成功 完成 48块9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前往丽江 去住酒店了 走了 走 走 一眼爱 还挺大的哦 48块9的房间 无地塌 不错不错 竟然还有空调物 我天 登人进入厕所 没问题 很舒服啊 今天可以睡个好觉了 我们现在已经还好车 现在要坐火车去昆明了 晚上的话我们从昆明坐飞机就回西安了 走了 走 走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昆明机场 准备坐飞机回西安了 现在呢是12月8号晚上的6点46分 我们现在还剩264块1毛9 但还没有减机票的钱 减掉机票的730 我们最终的金额是负的465块8毛1 也就是说我们超出了 那我们觉得超出就要有一定的小惩罚 对 所以这次呢我们决定将超出部分的金额捐走公司费费 我还可以在这家里 我都没有尽量自己活电 我们也在这家里 我每天都没有尽量自己活电 但是你以为 我还没有尽量自己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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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我还没有尽量自己活电 2023 大家往不往